9月1日,欧阳娜娜微博工作室发微博送别欧阳娜娜,配文微博事顿,感谢所有的相遇,感谢所有的陪伴,感谢大家,等我们回来。 并配上了欧阳娜娜和妹妹欧阳弟弟两人的背影图,欧阳娜娜此次赞别,其实是去美国博士顿伯克利音乐学院入学读书。 2013年,13岁的欧阳娜娜凭借大提琴,考入世界著名音乐学院,美国科帝斯音乐学院。 2014年,欧阳娜娜的电影《北京爱情故事》终饰演刘新阳一角,之后开始在娱乐圈发展。 2015年,她从科帝斯音乐学院修学,决定专注于演艺事业,研发网友热议。 近日,据台湾媒体报道,17岁的欧阳娜娜,确定今年9月重回校园,入学美国博士顿伯克利音乐学院,成为王力宏学妹。 该调为国配途中,除了欧阳娜娜本人,妹妹欧阳弟弟也一同出境。 据悉,14岁的欧阳弟弟,也将随姐姐一同去网布士顿,进入当地高中上学。 母亲傅娜,也将随二人长期居住在博士顿。 在欧阳娜娜内内工作室发微博,20分钟后,欧阳弟弟在微博晒出于姐姐的照片,证实此事。 姐妹和尹对此,网友们纷纷回复,娜娜和弟弟,一路平安,万事顺意。 福利于理,我们等你。 娜娜加油。 娜娜加油。